大家好 我是真实局 1968年11月 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张名为 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纪念邮票 它的票面图案是工农兵首次毛主席一路 以革委会的红旗汇称红色海洋为北京 今年当时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委会而发行 它的发行也预示着当时的文革运动达到了高潮 如果你家里现在还收藏着这样一枚邮票 那先恭喜你了 当然 今天我们要聊的并不是它的价值 而是它背后那段真实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 也是从本期视频开始 真实局将开启更新文革系列的内容 和大家聊一聊 共和国那段动荡的岁月 友情提示 也许你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 但明天可能就看不到了 所以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 再次谢过了 1961年5月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一段话 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换句话理解 就是当官的要是不得民心是要被打的 毛主席之所以说这么重分量的话 是因为他发现现在很有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逐渐丧失了初心 在掌管一个单位后利用职权去违反政策 甚至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官僚主义十分严重 此时我们所了解的可能这是一种腐败之风 但毛主席担忧的是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 他担心如果任由这样的状况发展下去 这会变成官僚主义阶级 在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所打倒推翻 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和省一级的部分领导员 居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来 这更让毛主席感到担忧 到了11月10日 一篇上海文汇报发表 由江青秘密策划姚文元写作 名为平心边律事局海瑞霸官横空出事 这篇文章把海瑞罢官一句中描述明朝历史上 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凭冤狱等情节 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了起来 猛烈攻击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应 是一株毒草 这里解释一下 所谓单干风值的是1961年到62年 全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人民公社化运动 此时却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包产盗户的做法 而党内一些同志居然还默认了这样的做法 便认为这是在单干 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而翻案风则是以庐山会议遭到批斗的彭德怀同志的申诉性为靶子 因为在庐山会议之后不断有人要求复查彭老总的申诉性 被说成是在对彭老总闹翻案 江青姚文元表面上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实际上是批评单干风和翻案风的人 认为这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赋能的统治 所以才组织这样一篇文章进行回击 可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却引起反感 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连续在十多天都没有转载 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进行转载时 也只是把它登在了学术研究这一篮 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简单来说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既容许批评也接受反批评 这就引起了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质疑 认为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毛主席在谈起海瑞罢官时也直言不讳的说道 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 家境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就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严重的政治色彩 1966年5月16日 由毛主席亲自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简称516通知 这项通知反映了毛主席对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深深忧虑 他也明确的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他针对的是谁等等 而他的下发也直接宣告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启动 到了1981年6月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小平同志关于文革给做出了定型 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一场内乱 这里的反革命集团指的就是林彪 江青 康生等异形文革小组成员 他们还掀起了所谓旧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等 制造了刘少奇彭柱 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 到1968年9月5日 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才出现了片头所展示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 在制作本期视频前 我心里是忐忑的 作为曾经伤痛的文革到底能不能讲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揭商吧 而是想向大家表达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无数前辈试错总结下来的经验 是先辈们为了人民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不断探索出来的 如果讲的不全 还请各位看官留言指正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后面能顺利发出 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文革中红卫兵运动 及二月逆流斗争的时末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